快把我哥带走 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很受欢迎 主要是这部剧和现在的生活非常贴近 二拍已经成为生活的主要话题 兄妹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 两个人打打闹闹的成长 看着就觉得很欢乐 今天我们来看看 快把我哥带走 电影电视剧颜值对比 哪部的颜值更高 电视剧版10秒由孙谦饰演 长得还算可以 就是脸比较大 颜值还比不上配角 但是很符合生活 电影版10秒由张子峰饰演 是一个有演戏经验的女性 长得还算可以 所以在女主颜值方面 电影版略胜 电视剧版是粉饰层顺息 这颜值算是比较高的 而且识别度很高 演戏风格很适合屌丝哥哥 电影版的由彭宇唱 尽管是一个又惊艳的演员 他颜值还是不如电视剧版的 电视剧版的真开心 由王旭东 爆炸头有点个性 识别度也很高 但算不上帅 电视剧版的真开心 由孙泽源 试掩 虽然名气不算大 但这个颜值还是很可以的 两个人相比 还是电影版的比较高 电视剧版的苗妙妙 由吕乔宇饰演 卷卷的头发 非常可爱 颜值是没得说 非常漂亮 电视剧版的苗妙妙 由赵金曼试掩 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生 小女生 小女生 Untuk吃 小女生